get loud go ahead get loose get down to business tell everyone nothing's on limits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you want let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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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da da anything you want let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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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everyone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you want 大家好我是Daniel 那我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這台旁邊這一台新的自營穩定器 那我們使用穩定器的時間非常的長 大概從十幾年前 我們就開始從物理穩定器開始使用 一直到MOVI 就是我們那時候從美國買回來 一台大概台幣三四十萬 然後MOVI之後呢就開始會有比較多的 像這種握把式的電子穩定器 像這樣子的電子穩定器其實有非常多家 都在出類似這樣子形式的 在用電子穩定器之前呢大家有點認知 穩定器不是用的就會穩 那你發現如果穩定器用起來不穩 你千萬不要去怪這個廠商 通常都是你的步伐不對 或者是說你今天的運進方式 你必須做一些改變 那每一個廠商其實他們的電子穩定器 在一些細部的調整都有些微的不一樣 那我個人呢是有使用過 像是DJI 拍立飛 智雲 Mobi 就是各式各樣的電子穩定器 其實我都使用過 對所以關於電子穩定器的東西 其實我真的算是不敢這麼說 但是真的算是蠻熟悉的啦 對所以如果你們有任何電子穩定器 任何的疑問呢 你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都可以替你們做一些解答 第一代是Webio S 就是我身邊的這一支 對那這一支我使用了大概兩年多的時間 我覺得發非常地好用 非常地輕 那基本上只要有我的學員 要買電子穩定器 我都一定會推這一支 因為CP值超高 然後操作非常簡單 但是有時候真的有點太簡單了 我真的覺得它在這一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改進 譬如說它像是在這個鎖扣的部分 對那它現在也變得更堅固了 不然以前這個我真的會覺得都快被我斑斷了 在一些滾輪啊操控感啊 在各種方面其實都進步了非常多 我等一下會為大家詳細的稍微再做一些解釋 我拿到這支穩定器的時間沒有很長 那我就大概的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這台機器 那智雲這個廠商呢非常的特別 它從消費型的電子穩定器一直做到專業級的 那跟DJI有非常大的不同 DJI它比較主攻是稍微比較專業等級的 那智雲這家公司呢它就是從消費級的一般人在使用 甚至是手機的穩定器 到小型的相機的穩定器 一直到專業級的相機的穩定器 它全部都有做 這家公司其實每一次它都會出一些很創新的東西 比如說它旁邊自帶一個翻轉的螢幕 然後從這個螢幕呢你可以調非常多的模式 比如說在雲台模式的這邊呢 你就會有非常多的選擇 那比較有趣的是呢 它這次支援了速拍的模式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TikTok 你可以直接是直的拍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瘋狗模式 就是它可以移動速度非常的快 對還有一個就是 它這邊解釋叫做三維夢境 就是大陸的翻譯 我覺得也挺酷的 就是它可以讓鏡頭這樣子360度旋轉 會放一些那個示範的畫面給大家看 還有就是有一些功能就是你可以在參數設置裡面呢 你可以調它的平滑度啊 跟隨速率啊 或者是搖桿的速率啊 然後呢 它這個旁邊有一個新的滾輪的設計 我覺得挺酷的 然後這邊呢 你可以去調整 比如說光圈啊 ISO啊 快門啊 電子跟腳 你都可以把它設定在這邊 做一些調整 它這一次設計 把這個搖桿設計在這邊 那之前是在裡面 那我覺得在這邊很不錯 對於右撇子來說 左撇子呢 它可能要這樣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錄影鍵 對你只要插上線之後 你就可以用錄影鍵去按錄影 然後這邊有三個很快速的去切換 各種不同的模式 大致上就是整台機器 第一次使用我還沒看說明書 基本上我就算是蠻上手的 那在於使用體驗上面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既然它是一個電子穩定器 我知道每個人對於電子穩定器的要求不一樣 那我來講一下我自己的要求 我個人呢 我不是很喜歡用這一根東西 因為我覺得它要很自動 因為對於像我在拍婚禮來說 我希望這台機器它是一個很聰明的機器 它不需要我再去想說 我到底我這樣子抬頭要多少 或者是低頭要多少 但是每一個人使用習慣不同 但是我個人 我希望它是全自動的 對因為婚禮是一個瞬息萬變的一個狀態 就可能突然會這樣子過來 或是突然這樣子過來 或者是我的拍攝可能只有一次的機會 對當我用撥桿的時候 它雖然可以給我一個很精準的一個運鏡 可是問題是在婚禮上 如果我沒有很多時間 我反而會比較仰賴全自動的這個東西 那在我使用這個新的穩定器的時候 我覺得它變得比以前還要再聰明 當我往上抬的時候它可以很平滑的這樣子慢慢抬頭 或者是我往下垂的時候 它也可以很平滑的下去 那以前上一代機種的時候 它往上的角度比較沒那麼高 往下的角度也沒有那麼高 它比較像控制在一個範圍裡面 但是在於這一台升級之後 我覺得它的角度變得特別多 對但是我現在沒有看到任何關於我剛說的那數據 因為我覺得這有點籠統 就是你可能真的要使用上之後才會知道 還有一個地方是我稍微比較不習慣的 因為這個穩定器它是比較重的 那上一台穩定器比較輕 所以在使用上 我覺得對我來說 如果要拿一整天的話 稍嫌重了一點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它在充電的部分 充電的部分它大概充一個多小時 它就是可以充滿 因為它的支援快充的部分 那上一代的機型的話 它是用電池 但是各有好壞 因為用電池就是你可能今天比較長時間拍攝 你可以多背幾顆嘛 但是你今天使用這個它沒電就是沒電 到底你要怎麼去選一支適合你自己的穩定器 我個人的建議啦 我建議大家一定先要把你最常使用的機身跟鏡頭 裝上去之後 你要先拿看看 就是這個重量是不是你可以承受的 因為基本上如果是以婚禮拍攝的話 穩定器一口氣拿個五分鐘十分鐘是極度常見的 所以基本上你拿起來 你要是可以撐個五到十分鐘左右 第二件事情呢 我個人如果是以拍婚禮來說的話 我很喜歡用一個模式叫做POV模式 那我覺得智雲的這個POV模式 是我使用過所有電池穩定器裡面 它感受度最像物理穩定器 我會愛上智雲最主要其實是它的POV模式 對我不得不這樣子講它做的真的非常像物理穩定器 因為我以前是用物理穩定器的 所以其實我在用電子穩定器的時候 我也希望我除了可以擁有電子穩定器那樣子很讚的穩定效果以外 我也希望它有具備一種物理穩定器的手感 縱觀來講啦 就是因為畢竟它是屬於比較專業型的穩定器 那大家一定會拿來跟DJI去做一些比較 那我個人覺得DJI RS2它算是比這個還要再更專業一點的 因為畢竟它的載重比這個還要重 比如說現在在拍廣告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上圖傳上追焦組 還要上V管會上非常多的東西 如果你要上這麼多東西的話 我還是建議說你可能要買到DJI RS2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婚禮或是拍活動紀錄的 那我覺得DJI那個對我來講又稍顯重一點點 所以我會建議是說如果你是拍廣告或是長時間的話 那我覺得智雲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可以去拿一支最舒服然後你可以拿最久的穩定器去做使用 如果你有機會可以使用到這個就是新的Webill 2的話 那我也非常建議你可以拿起來試看看 因為我在使用上的平滑度啊手感啊 還有就是電子在運作的時候給你的一些反饋 我覺得是蠻適合我的 但是到底適不適合你們去做這樣的使用 那我非常建議可以去一些展示中心啊 或者是你可以來夜池先生的工作室 但是我這台可以建議觀看看 那我們可以去做一些交流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對電子穩定器有任何的疑問 或者是想問我們的問題 或者是想看我們如何去操作各式各樣的器材呢 那你請關注我們的頻道 你可以開啟小鈴鐺訂閱我們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